其实有一个新股,是招引股,是心慧医疗,是B股 新上市编号6609 它是一个创新型神经介入医疗器械公司 星期二已经开始招股,明天会截止 为什么要今天说呢? 因为看到市场的反应都挺好 因为暂时录得,孖展153亿 等于公开发售,就超过134倍 公司计划发售660万股 一成是香港公开发售的 集资最多11亿3千万 招股价介乎$160到$171 每收50股,入场费一收大约$8600多 怎么看呢? 这种新股市场反应都不错 大家都沉述了一段时间的新股市场 这种你又觉得值得抽呢? 其实新股市场真的沉述了很久 直至6月底的高峰期 其实这种股份我觉得也值得留意的 为什么呢? 其实刚才提到最主要是做一些 叫做神经介入业务 简单来说,就是心血管、脑血管 就是脑中风 它需要做微創手术 比如做微創仪器 它就进入血管里扩张 调血管 抽取那些生息的一些血块 拿出来,好像很简单的整个动作 新衣服去拿进去 是很困难的 对,风血管 其实这种市场来说,在内地 其实近年也相当兴旺的 其实在之前也有一种同类型股份的龟创 大家记得的话 其实是它同类型公司 但是龟创比较不同 就是龟创除了做一些心脑血管的介入业务 它还做外周血管介入 即是下肢、全身 譬如植物局章 其实也有器械可以帮到你 但是大心脑是专门主打老中风 以及心脑血管的阻心室、山室的问题 而且它的优势就是 它可以提供一个传套的解决方案 如何是传套的解决方案呢? 刚才我简单说 我放入血管的位置 扩张它 就是抽取这些血块 即是失去的血块 拿走 其实是三个过程 伸入、抽取、拿走 以往其实这三个部位 可能有不同的牌子器械 但是芯卫就是它一条龙做给你 排除了一些品牌兼容 甚至乎都是成本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优势 当然芯卫还有优势就是它和龟创一样 其实它已经有一些现行的商品 是已经推出市场了 所以其实它不是单单B股这么简单 它起码是有收入 虽然没有钱赚 因为它的研发费用问题最大 再加上刚才所说的 龟创上市一天升了四成 在之前龙头还未创 其实是853 也是一只同业 近期股价有点回落 但是其实不要忘记它是去年一只股王 去年升势很强劲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市场比较看好 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之后 其实是值得留意的 当然方卫上是什么呢? 简单说一句 其实这个行业是好的 但是竞争都不难不适是比较激烈的 因为其实内地这个市场 譬如在2019年 做这个器械的 就是说一个 老血管 这个山取介入的服务 其实只有四间公司做到 当中三间是国际公司 一间是内地公司 而那三间国际公司 首一两名的市占率 是说到失成的 去到现在最新有八间 一半是国际一半是内地 但是大部分的市占率 其实都是国际的企业在掌握着的 所以换句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正式有产品推出市场 其实你面对市场的竞争压力很大 第二个因素的风险就是 其实本身身卫也有些 它本身的诉讼 它主要是旗下的旗舰产品 其实是正正的 同一家美国的公司大官司 美国公司就控告它在内地 这种产品是侵犯了它的专利 当然现在的新闻上市的招呼书 都说不明 它暂时的法律已经判断 胜了很大 基本上应该不会中招 但是当然最差的就是 如果一旦败数的话 它可能这种主打产品就要退市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 更麻烦 是